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方三变澳门大学黄水淳 大家早上好 反方四变澳门大学王浩然 仅代表反方澳门大学辩论队 问候在线各位 大家早上好 在认识了双方变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 谢宇先生 欢迎您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有两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怀语辩论邀请赛 资格赛 初赛 B组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词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清吗 你好 请您重新测试一下 你好 请问可以听清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顺境顾名思义 顺利的境遇 通常只拥有优质良好的资源和环境 以及感受到来自他人更多的正向支持和帮助 逆境则指不顺利的境遇 通常体现在遇到的困难较多 且孤身一人缺乏帮助 成长的概念则相对复杂 可以包括一个人支持能力的提升 行之的健全和人格的完善等等 评判何者更有利于人的成长 再要看何者赋予了成长的机会 以及何者更有助于完善人格发展 基于此我方论证如下 首先 丰富的资源和粮食亦有的助力 要比起匮乏的资源和孤立无援的艰难环境 为人的成长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机会和平台 顺境中 父母的鼓励和老师的帮助 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更轻易的度过 想做的事情能够得到积极正向的支持 反之 虽然也有人能在逆境下成长 但并不代表逆境本身能帮助人成长 例如一个逆水的人或许能在生存的本能下学会狗跑 但我们不会说逆水有利于我们学会游泳 此外 逆境中的刺激通常只针对特定情景 很难具备可复制性 更不一定能收获对抗下一次逆境的经验和能力 心理学家Warner的研究显示 童年遭遇破碎家庭的孩子 在成年后反而有更高的可能性 无法解决未来自身的家庭问题而面临离婚 而顺境下丰富多样的资源 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进入更高的平台 拥有更多获得成长的可能性 根据埃里克斯八阶段理论 顺利接受教育完成学业的学生 将获得更多的勤奋感 并更有自信面对下一次挑战 反之则会产生自卑 也正因此 在当今时代下 教育机构大力改善条件 对贫困山区儿童的援助逐年增加 我们也会追求有优秀师资力量的名校 这都更有机会让我们获得全面成长 其二 顺境下积极鼓励式的环境 更有助 更有利于心智健全和人格完善 埃里克斯的理论发现在孩子成长初期 积极鼓励建立信任 比打击否定更能让孩子形成主动性 富有成就感和创造力 具有强烈的未来定向 同理 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 六成受访者认为 打击式教育会导致孩子缺乏自信 性格叛逆导致自暴自弃 成长在贫困或有功能障碍家庭中的孩子 有三分之二会出现严重的学业行为和精神问题 埃里克斯的理论进一步发现 当青少年感受到来自社会环境的压迫时 更倾向于放弃挣扎 如美国一项针对中西部贫困区的研究发现 64%的人身处困境 会采用逃避问题的方式 此比例远远高于积极面对挑战的人 他们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无法自拔 发泄对社会命运的不满 2020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也表明 随着贫困率的上升 青年自杀率也呈阶梯式上升 反之中国社会性发展研究显示 在亲子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 使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对孩子的个性发展 人格塑造 在社会上的适应能力有积极影响 总上我方坚定认为 顺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 谢谢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各位可以听到吗 我可以听到 双方声音都没有问题 请发言 这个环节我们基本确认一下共识就好 请问一个人一生中应该都会经历顺利进 哪怕王思聪他创业失败也是逆境 没问题吧 都有嘛 就是困难这件事情是客观事实 那看我们能不能对待这个困难 我们能不能顺利进去 没问题 第二个问题哈 奥运精神的里面我们说呀 我们要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我们说的往往是苏炳天 能不能达到更卓越的成绩 而不是国家里面的大爷大妈什么水平 没问题吧 这个例子你想表明的是什么 就是苏炳天他教练团队比较优秀 可以给他精神的机会成长 我们说更快更高更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往往说的是苏炳天这类 我们在追求极限的人 而不是说大爷大妈们的水平 我们普通人不讨论吗 那正常人大家普遍获得的成长 不在这个讨论范畴里 所以有奥运会的例子 至少告诉各位 我们讨论更的时候 我们至少有一个大的方向 是在讨论更高的程度 而不是一个平均的成功值 第三个问题哈 你觉得我们今天聊很多人 这个这样比赛40分钟 我们讨论很多人死掉了 然后有没有成长 是有意义的话题吗 那你要看这个困难到什么程度了 那如果海啸地震都来了 那这种 所以如果讨论人死了 或者什么家暴致死 这类案例没有意义 我往下去认你的论证啊 你论证说成长就叫给机会 这是你的定义吗 给更多获得成长的可能性吗 顺境就是机会多 对资源多机会多 是的 你不是循环论证吗 顺境机会多 成长就是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可能性 不是啊 你这个东西是你的逆境 你要告诉我说 你能够在逆境中突破也会得成 这是我们双方本身的 顺境就是机会多 成长就是可能性机会多 我论证了顺境 的循环论证 这不是我做的定义 这不是我做的定义 是我论证了 为什么会机会多 这是我在论证的东西 嗯 那那我反过来问 逆境中有没有机会 你怎么比的 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那比概率嘛 那比如说我们说 64%的人 他在面临逆境的时候 可能更容易产生自卑或自暴自欺 我问的是你怎么 那你的 你不就是直接定义了 逆境机会相对是比较少的 才叫逆境吗 顺境就是机会相对多的 才叫顺境吗 不是啊 是我查的论据证明了 逆境机会确实是比较少啊 这是数据证明 你是倒过来 把机会比较多的 称作顺境 没关系 我觉得评委 大家出去接受就好 我往下挑战你部分 你觉得良师益友是更好的 请问了 比如说张贵梅校长的学生 他们接触的往往不是这个市里面最优质的教师 但是市里有些人接触最优质的教师 却是大大百烂 请问有没有可能良师益友不一定是好的发展 良师益友本身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资源 那如果你个人能力 谢谢我问的是 我重复在回答我的问题 张贵梅校长的学生 即使没有接触最优质的资源 他们是不是会格外的珍惜教师教育资源来之不易 你要比同一个个体 一个不愿意努力的人 你比的也都是两种群体 你比的也是什么离婚群体 你比的也是群体 回答我 所以最后一次追问回答我 不同资源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表现 一个人同一个人在那一步的表现 所以我相信对方又逃避已经回答了 这个问题好像是那个逆境中的小孩 张贵梅想让资源不足的小孩 更进行教育资源挑战到这个部分 谢谢各位 顺境指顺遂如意 逆境指挫折重重 若环境助力个人追寻目标便是顺境 反之 若环境对个人的达成目的造成较大挑战便是逆境 那么什么叫更有利于成长呢 就是看谁能让人成长的更多 更能实现成长质的飞跃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 更有利于成长 不等于低门槛的让人更容易成长 举个例子 跳得高 跑得快 身体强 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能会追求的 但在奥运精神中的更高 更快 更强 比较的却不是居委会大妈和三岁小孩都能达到的速度 而是各国最顶尖运动员所能达到的高度 因此今天比较的重点不在于顺逆境 谁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 而是要比谁更能打破人现有的局限 基于此 无方论证不下 第一 诸多伟大的成就 恰恰是在逆境中实现的 以科技转型为例 除于顺境中的华为 可以直接从美国购买芯片 购买半导体设备 然而 19年起 美国G203的科技封锁和技术制裁 是华为陷入到芯片断供的艰难处境中 但恰恰是这场科技战争 是过去安逸于做美国零件加工厂的中国企业 痛苦地认识到掌握核心科技的重要性 华为壮士扼腕 将五分之一的收入投入研发 短短三年 中国的IC晶人产能便反超美日 美产零部件含量低至1% 真正实现了中国制造 而逆境除了暴露问题 到底改进 还能带来更广阔的事业 更深沉的情感 实现更崇高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说是穷而后宫 韩玉说是不平则明 都是在说伟大的艺术成就 往往是在不得志中实现的 以苏氏为例 温学界普遍认为 顺遂优渥的前半生 仅仅使苏氏成为了一介追求科举 面目模糊的官僚 但接连贬值的后半生 却使得他洞察世事炎凉 困顿的仕途 迫使苏氏开始思索人生的真意 进而创作出 是笔赋水跳歌头的 名垂青史之作 成为事实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第二 逆境更能培养珍贵的品质 领悟人生的真谛 同样是大学生 当今的学生群体 拥有前所未有的优渥资源 却往往陷入到沉沦和虚无 北大教授徐凯文 在2016年的研究中发现 北大学生中 绝大部分人资源丰沛 家庭和睦 反而因沉溺于周遭的夸赞声中 盲目追求世俗的成就 短暂的兴奋过后 又陷入迷茫和空虚 以至于有30%业务学习 40%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进而陷入重度的抑郁和自杀倾向 相比之下 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李大钊 陈独秀 不仅根本没有今日成熟的学习资源 甚至还处于国家飘摇动荡 内忧外患的时期 但正是这种逆境 让他们学会了 如何在白手起家的穷途末路 开展工人运动 也让他们痛定思痛 时时刻刻把个人的命运 与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 凝炼出难得的忧患意识 和崇高的爱国情怀 最终革命先辈们 成功在中国传播 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点燃了新兴之火 以上无方得正 感谢反方一辩 有请正方四辩 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正方四辩试音程可以听见吗 可以 双方声音都没有问题 请发言 都没有确认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顺境 还是逆境也好 我们得聊一些常见的顺逆境 对吧 就是常规规的 经常出现的 我方认为除了门槛 当然也要看深度 更重要的是深度 好 所以我是跟你聊 我们讨论的范围 所以我方之后 如果跟你聊什么 评困山区 或者是常见的例子 欢迎你跟我继续讨论 来问你们张贵梅 叫什么例子 你方讲的是有张贵 等一下 张贵梅的例子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的 是张贵梅的小孩 更珍惜他 而一些拥有 优渥教育资源的人 就会不珍惜教育资源 是你拥有了教育资源 是张贵梅那些孩子 她本来没有教育资源 她现在有了教育资源之后 和那些本来就一出生 就生在罗马的人 他们可能就知道 我要珍惜这个教育资源 这是来之不易的 这是我通过一些 很多的努力得到的 先不问到这一层 我这样跟你问 对于张贵梅的学生而言 有张贵梅和没有张贵梅 对他们而言 是不是顺利自己的区别 可不是 张贵梅给他们带来 这么多的压迫 他们凌晨5点钟就起床 然后晚上12点钟才睡觉 所以您觉得 所以您觉得张贵梅 校正的出现 给山寺的小孩 是一种逆境对吗 就是打压式的教育 逼迫式的教育 让他们成才 没问题 但是张贵梅是不是同时 也告诉他们人生的道理 告诉他们女性 不要去当家庭主妇 给他们知识 给他们惯给 你怎么比较出哪个更重要 对于他们成长而言 是他逼他们学习 逼他们凌晨5点不睡觉 这件事情更重要 还是给他们提供了 教育资源这件事情 对他们成长更有帮助 首先是同样重要 其次是他们领悟到 不是因为张贵梅教给他们 而是因为他们在逆境中 自己体悟到之后 张贵梅给了他们教育 但他们才珍惜 是他们自己在逆境中 生发出的这个思想 张贵梅教是教不来的 否则我们现在 怎么没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只是让大家自己去学 他自己不睡觉 熬夜的话 每个老师都可以做 但张贵梅提供的珍惜机会 是来源于 他那些教助的 在大县当中 平时得不到的 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 这件事情对大家而言成长 是更有利的 但宏观比较成 有张贵梅校长的出现 等一下表达 有张贵梅校长的出现 对于这些平时 得不到教育资源的小孩而言 就是一种顺境 来再问你 你方第一个点 是不是告诉我 今天逆境可以逼迫出 我的某种能力 比如华为的例子 反正顺境是顺不出来这些的 第一我先不知道 你怎么 这样比出来的 因为人家美国 也没有遇到过美国的制裁 但美国不也知道出芯片的吗 那我问就问你 华为的例子好了 如果中国芯片的技术 你怎么老打动我 如果中国芯片的技术 有台积电的能力 你觉得华为 是不是更容易生存下去 可是台积电 也是在那种措置中 是在美国卡不住的制裁之中 他们才发展出来了呀 台积电没美国制裁吗 我真不知道 那华为就算火灾了 等一下 求你了 华为就算火灾了 中心怎么 中心是怎么没掉的呢 可是我方今天就看到的是 华为在这种秘境中 它成长得更深 它的成长程度更深 那中心它可能就是 它没有在 等一下 第一你们要跟我比较 如果华为有更好的技术支持 它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 是不是能够卖更多的手机 更好的国民心牌 第二件事情 哪怕华为第五次 就算华为今天做到了更多的公司 比如中心它是怎么不行的 所以说遇到一个逆境的时候 更大的可能就是有可能 这个公司就不复存在了 没法存在您的例子里了 来问你第二点事情 你第二个论点 是不是告诉我 你已经可以培养珍贵的品质 成而达到更崇高的 就是更崇高的一种领悟人生的真谛 行 所以你告诉我的是 比如北大那个例子 你是讲的是 北大太好了 新中国发展太好了 所以大学生成长不了了 呃不是 是我们会发现 有一种心理学上的病理 它叫病理性的正向情绪体验 就是你太追求光环和人设之后 你那种短暂的快乐之后 你会陷入到空虚和迷茫 这是顺境 大量的顺境堆积给你带来的 你就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的程度 反而是你需要去体验一些逆境 需要去体验一些不容易 才能去打破你现在的迷茫和困惑 好 所以这点打破 我也有教育资源 因为这个事情早晚有一天 我可以悟出来 我也有人教我 我也有人帮我 而相当于我没有教育资源的时候 我根本 技能器永远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 我什么都悟不出来 我看到这就可以了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1分25秒 反方时间所剩11分36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坐等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喽 可以听到我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今天的比赛我们想从常识上来跟对方探讨 常识上的逆顺境就是有更多的资源 然后这些资源悄悄气氛的帮助我们的成长 对方不能因为自己想要逃避论证责任 给我们方扣一个帽子 我方的论证责任就是在我们有这些资源下 我们怎么样利用资源 这些资源是不是在实证的数据上帮助我们的成长 您方也要论证在一些逆境中人们是怎么克服这些成长的 但您方举出了就是我们从常识上来说 有一个严厉的老师竟然是人生的逆境吗 我们不会在很多年之后感慨 就是当时他阻止了我吃喝玩乐 不愿不思上进 他点醒了我 这难道不是我人生的顺境吗 您方却说有张卫梅是这些孩子的逆境 这是我方不能理解的 您方为了逃避责任逃避论证做出一个定义 叫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阻止我的贪图享乐 那他就给我的人生创到了逆境 可是您方举出的实际的例子又是什么 您方举出的例子很奇怪 就是我们只 您方只追求顶尖的人做得更好 却不看普通的人 有没有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概率能够获得成长 您方论证 您方举华为 举苏式 就差没有举出司马仙的例子了 您方这个逆境是怎么样带来成长的 今天的您方的意思是说 考北大不如考二本 考二本不如不上学 只要我们没有获得教育 我们就获得无数在社会中历练的可能 说不定我可以当上总统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 尽管这个各个学校中有很多的竞争压力 但是这些学生中最后实际的表现都更好 我们之所以举出爱里科森的八阶段理论 就是说人生童年中所需要的那些成长的因素 比如说信任和不信任 你的成果能不能对北家长认可 最后决定了你在长大成人之后 能不能还有勇气继续挑战 而不是你从小就对家长告诉 你比不上别人 你做什么都没用 你太差了 你怎么能想象这样的孩子 在以后的成长中会勇于担起责任 勇于去挑战 可是今天您方举出的例子告诉我们说 自杀率太高了 北大学生都抑郁了 可是我们这边有对美国中西部贫困区的言论 就是数据表明 这些地方的孩子 会有比其他地方超过两倍的自杀率 宁方论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是要论这种一战工程万古铺的社会 就比我们现在平和繁荣的社会更好 宁方是在说 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太繁荣了 阻碍了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教育资源太多了 让我们不知珍惜 宁方的逆境 还是没有听到宁方实际的数据 期待宁方接下来论证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得清楚吗 可以的 听得到吗 双方声音都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来 第一个问题 你方第一个论点说 会有更多 在顺境中会有更多的平台和资源 助力我们 我确认一下 有平台和资源助力 就等于我成长了吗 您方不能把我们放在一个 个人不愿意做任何事的前提下 就像我方也没有论证 您因为逆境 就已经不多 没有 我只是在检证你这个逻辑 你说我会有更多的平台和资源 但平台和资源 要转化为成长之间 难道没有任何的 就是没有 没有其他东西吗 比如我举个例子 今天可能父母会帮你疏通各种通道 中介会帮你写好简历 教授会带你做好科研 所以你顺风顺水的升上了名校 这种依赖外部助力的 我自己成长在哪 你方论证 你方怎么论证到 我们是依赖外部助力的 没有听到您这边的举证 我方论证的是 在你有这些资源的情况下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在我这个例子里 以及包括在您方的论证里 我只听到你方说 顺境中的人会更有更多的机会 和平台资源 但你方实质之中没有论证 为什么顺境中的人 能够更好地把握住这种机会 把它转化为自己的成长 这部分你方没有论证 来第二个问题 你方说鼓励的教育 我先确认 第二点 你方说鼓励的教育环境 是更有利于人格完善的 对吧 谢谢您说到这个 可以听我解释吗 能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跟您解释 鼓励是教育之所以 能够让你更好的成长 是由于爱里克森的巴顿论理论 告诉你在童年的时期得到更多的鼓励 能给你未来带来更多的自信 你确信你即使做错了 也不会被很严重的惩罚 你才有勇气去挑战更多的事情 而我们看到贫困区的数据是 你很多事做不成 我听到您的理论理论理 不好意思 我听到您的理论理有讲到了 所以我进一个例子 比如在家庭里面 有一个孩子可能是所有人掌心里 捧着的小公主 所以他想要的东西都会被关注 并且他的情绪 他的负面情绪也都会被满足和纵容 结果他可能变得嚣张跋扈和蛮横无礼 这种溺爱带来的人格健全在哪呢 年方如果要跟我们比溺爱 那年方的场景 就也是在一个孩子完全被忽视 甚至被家暴的场景中长大 我们这两个孩子 如果您认可 你就可以比 我现在是在简正临方的逻辑 所以事实上是鼓励的教育环境 如果鼓励的太多 也不一定能带来人格的完善 来第三件事情 你刚才说 依然倡导上面 只有认为顺劲能够给人带来更好的成长 国家才会向山去去输送教育资源 对吧 首先你们前面举的是个例 如果我们比个例 我们就应该分比长 正面不要逃避问题了 能不能每次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是不是你方认为 因为年方不让我们解释 我让你解释了呀 是不是你方觉得 只有顺劲能带来成长 国家才会向山区输送教育资源 那在年方的意思下 国家不要输送教育资源 那我进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从小跑步比赛第一名的石铁生 他突然被飞来横祸的病痛折磨的自己双腿瘫痪 变成残疾 我确认一下 你方认为顺劲更利于成长 对于石铁生来说怎么解决他的困境呢 那他当然没有在跑步上有成长 他的跑步之路就断送了呀 您不能论证 其他还有机会 就告诉我他有成长 人只要没死都有成长是吗 那不好意思 你方说顺劲更有利于人成长 是一种应燃倡导 我现在检证你这个应燃倡导 在石铁生遇到双腿瘫痪 变成残疾的时候 应该怎么帮助他解决困境 应该给他顾保姆 照顾他的起居 就让他能够顺利的活在 所以国家会给所有的残疾人 都互保姆结束他所有的 这件事情不需要他自己来面对 是你方看来的吗 那这难道不好吗 这不就是我们提倡的社会 尊重残疾人的社会吗 是好的 但国家做不到 所以事实上 你方必须要认识到 不是所有的逆境 都可以通过某种社会的结构性扶持来改善 大多数时候我们人生的逆境 必须要自己来面对 谢谢 感谢双方辩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8分44秒 反方时间所剩8分53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进行乘词二环节 更多的机会 但是但是他方定义的顺境 是获得更多的资源 资源是不是就是一种机会呢 因此他方循环论证 第二个是他方觉得今天只要有副作用 他就不是一种好的成长 可是我们今天比的是 谁能带来更高的成长 更好的成长 而不是更容易的成长 我方那个跳得高 跑得快 身体强的例子已经告诉大家了 当我们在各个国家之间 比较谁更高 更快更强的时候 我们比的不是全民的整体实力 而比的是谁 哪一家的顶尖运动员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坦白说 我方今天觉得比较 谁的机会 能够提供的更多 宁方天然得正 因为成长的强度和朴实度 往往是冲突的 逆境当中 当然伴随着更大的挑战 那就会陷入困顿 会难以找到机会 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克服的 但是我方要告诉大家 天将降大任于私人也 当然不是说 人人都能够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但这就是更大的成长 宁方在质询当中告诉我说 在可能在 就是可能在风浪之中游泳 会有溺水的风险 我方坦然承认 面对这种逆境 就是要承担风险的 但是反观宁方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浴棚里 一辈子也不可能学会游泳 好 接下来进入宁方的 副作用的比较 宁方第二个论点 举了很多的数据 告诉我们说 缺爱的家庭 贫困的家庭 会导致问题的学生 可是我方告诉大家 我方提出非常清晰的数据对抗 一个是天津师范大学的研究表明 农村所谓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 他们在长期的外界压力下 反而变得更加坚强 情绪反应变得更加稳定 而相比之下 城市孩子由于被保护得更好 他们难以接受外界的反对声音 所以他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的脆弱 难以抵挡外界对他们造成的困难 而第二个研究是 郑州大学和美国卢瑟 美国学者卢瑟他们的研究 他们都发现那些富人家庭的孩子 他们的酗酒率犯罪率也很高 相比之下远远超过了平常的对照组 更是远远超过了贫困的孩子 所以究其原因是他们这种富有的家庭 既给了他们资源 还对他们的需求溺爱和放任 而接下来他方告诉我说 溺爱是一种极端的例子 我方告诉大家溺爱一点都不极端 他甚至很普遍 哪个中国孩子 大部分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中国的家长 中国的燕奶奶 溺爱自己的孙子吧 我方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燕太子丹 他在燕国每天锦衣玉食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所以他把割女的手认为他好看 就割下 就砍下来送给了他喜欢的宾客金科 他听说马甘的马甘非常的美味 他就把燕国所有的千里马都杀掉了 这才是极端的例子 好 比较完这部分负面作用之后 我们来看宁方的第一个论点 宁方告诉我说 父母和老师能够帮 能够让我们轻易的度过困境 可是个人的努力在哪里 为什么轻易的度过困境 就等于个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呢 轻易的度过困境 我方来看两个例子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辩论 我作为一个教练资源很丰富的 对我轻易的得到了 他教练给我出的利润稿 我轻易的得到了 他给我出的一套完善的攻防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为什么还会去思索进去 我为什么还会去 我为什么不选择去依赖我的教练赢得比赛 这是宁方要解释的 第二个张贵梅的例子 他跟我们这种城市里的孩子 甚至跟宁方悉尼大学 有这种有钱人家的孩子比起来 总算是逆境了吧 宁方不能说他是逆境了吧 那么他们 那相比之下 城市里的孩子轻易的获得了教育资源 比起张贵梅那些孩子 他们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不把握机会 就要一辈子留在这里了 哪个是 哪个是更高的成长 大家自有判断 而宁方一直没有回应 我方的例子是台积电 他由于经济危机的压迫 不得不孤注一掷 来投入自己的 来投入自己的那个 机电产业 比如说像美国 他如果没有冷战和经济危机的压迫 他又不会孤注一掷 发展自己的科技 所以今天台积电 美国甚至像华为 这些所有顶尖的科技 他们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面临的困境 所以才开始做进去 宁方接下来解释这些例子 以上 感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哈喽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到吗 可以的学长 同学你好 我先来检证你 哈喽 可以开出个环节了吗 双方声音都没有问题 请发言 同学你好 我先来检证你的标准 你今天要做的是比上限 对吧 所以我确认一下 在你的标准下 比如说班纳 他照了伽玛射线 他变成了绿巨人 所以你的框架下 你会觉得伽玛射线 更有利于人变高变强变壮 对吧 在面对外星人入侵的危机的时候 当然选择伽玛射线 是一种险中求险的方式 但是我方认为这种方式 确实有可能带来更紧张的 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 大部分人照了伽玛射线以后 99.99%的人会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考虑不讨论概率 你只是比上限 所以你的框架下会告诉大家 伽玛射线更有利于人变强 对不对 不是 您方显然这个例子 99.99%也太极端了吧 而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 面对伽玛射线的侵持 还能够锻炼出更高 更厉害的肌肉 这不就是伽玛射线 没关系 我只是在检证 你要不要考虑到概率的因素 好像在概率的因素下 我们大家人听到了伽玛射线 会把一个人能变成超人 不会说这个东西就有利于 人变强变壮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比较好奇你的态度 你的第二种论点 大概讲的是 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 不能聚安思危对吧 所以我确认你的态度 你觉得中国应该往更强 更富强的方向发展 还是应该往以前的那个时代发展 我确认一下你的态度而已 我方觉得就是在这样 国际形势特别严峻的情况下 中国当然要向更高更快 更强的方向去发展 对吧 所以在你看来 比如说科技上的资若 这件事是对于大清来讲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因为这更有利于大清的成长 不对 大清他们反而是闭关锁国 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 顺遂无忧 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我会发 你会发现大清通过一系列的政策 让自己走入了逆境 所以在你看来 他的这些政策 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 大清通过什么政策 让他们走入逆境 比如你自己讲的 闭关锁国 我让我自己的科技变得更落后 所以在你看来 这些政策会让他更成长 这不就是他为了自己顺遂无忧 他为了保持国内的自然经济 而选择的不正确的政策吗 不就是他想要安于顺境 不想要迎接外界来给他的挑战 所以他才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不去挑战 没关系 我相信大家都听懂 现实是他通过这些手段 让自己变得更弱了 所以别人更容易欺负他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 你告诉大家 说在逆境当中可以带来成长 我不否认逆境可以带来成长 但你是怎么比较出来 你的成长会比顺境更多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变手 他哪怕只看网络上的视频 他也可以学习骗论 他也可以成长 这个我承认 但你是怎么比较出来 我的成长 和我今天报了一个超变的训练影 提高的会更快的 你是怎么比较出来的 坦白说作为一个变手 如果我只是想要顺遂安逸的话 我就躺在家里 看看视频就得了 恰恰是我想要被锤炼 我想要被否定 我想要发现自己的直线 我还不去报一个强度十分高的训练影吗 你跟我聊的是进取心的部分 逆境会让人有更多的进取心 这个你还没有证 这个一会儿我会反驳 我现在问的是 有更多的资源 这件事 为什么不能让我提到的更快 比如说我刚才超变那个例子 所以在你看来 我今天不报训练影 我今天只是在网上看视频成长 一定会比报的训练影更慢 对吧 更快对吧 按照宁方这个意思 我都不用自己报 直接给他送就得了 送教练送稿子 这样的情况下 宁方是不是觉得变手更容易成长 就像宁方刚刚那个张贵梅的例子 大家不要去给老师了 直接送钱 送教育资源 让他们保送清华北大 这样更有利于 方确实举 宁方你不要扣帽的 我方确实觉得张贵梅的学生 如果有张贵梅和没有张贵梅 对于这个学生来讲 会是人生的两个方向 反过来刚才那个例子也是 我方觉得 你今天有资源去报一个训练营 训练营的导师能带着你 一定会比你自己在网上看视频 这件事本身更好 宁方给我逆境的定义 不就是完全缺乏任何的资源 他就没有任何资源 这不就是绝境吗 宁方只要但凡有一点点资源 他都可以给比较成顺境 不好意思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6分08秒 反方时间所剩 4分43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接下来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遍进行麦克风测试 确认可以听得清楚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各位好 今天对方举了一些大山里完全没读书的可怜放牛娃 告诉我方说 如果不是意识到顺境的平台更能让人成长 国家怎么会向山区输送教育资源呢 我方坦然承认如果所有的逆境都能变成顺境 那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 可是问题是当石铁生 那个从小跑步比赛第一名的石铁生 被飞来横祸的病痛折磨的双腿瘫痪 变成一个残疾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帮他解决呢 对方说国家可以请保姆啊 一方面是这个回答真的很口嗨 另一方面是被保姆养着生活起居确实方便的石铁生 比起在痛苦中自己面对不断思索 最后写出了我与地坛的石铁生 哪个成长更多 我相信不言自语 但是在例子中你不得不认识到 不是所有的逆境 我们都可以通过某种社会的结构性扶持去改善 大多数时候逆境都需要你自己去面对 自己去走出来的 那对方又说 可是我又不是石铁生 我们只是普通人 这样的逆境我可承受不了 可是问题是 难道这世上的逆境 只有你方所说的那种贫穷至极吗 难道我们每个普通人 没有普通人的逆境吗 当我毕业找工作 投了400份简历 但全部都石沉大海 我不在逆境中吗 当一个可能很团结努力的队伍 希望登上新国变的舞台 却不断连跪的时候 他也不在逆境之中吗 所以事实上是我们不得不认识到 逆境反而是我们人生中必然要面对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方希望大家能够抱持一种心态 把逆境 把这诸多的痛苦和磨难 想象成一种西天取经的 9981难的过程 每过一关 我就离我心中的无字经书更近了一些 我相信这样的心态 才更有助于帮助大家走出困境 第二件事情 逆境本身可带来的忧患意识 和苦难的逼迫环境 所带来的成长必然是更深刻的 对方说 这个华为比起我们这个台积电来说 发展的不够好 可你方恰恰知不知道 台积电之所以能发展的这么好 是因为当时台湾出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所以台湾孤注一掷 所有的员工996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相反 后来他们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走入了顺境 可在顺境之中 因为过度的依赖 现在已经被美国有了卡脖子的风险 所以事实上是不是 只有逆境中所带来的忧患意识和苦难的逼迫 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加程度深刻的成长 这是我方的第二件事情 谢谢 感谢反方便手 有请正方三便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正方三便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大家好 其实我不太喜欢对方的价值 因为如果你讲逆境是人生必然要面对 这件事我不否认 就是一个人他遇到了困难 你是要告诉他 你要离开困境 你要走出困境 还是你要告诉他没关系 逆境也能成长 你待在逆境里没关系 这件事我方觉得你方讲的有点刺激欺人 第二是定义的部分 你方有利于的定义 我方觉得很奇怪 因为如果你不单纯考虑概率的话 那伽玛设限对于人 能让班纳变成绿巨人 你不能讲说伽玛设限有利于 让人变得更高更强更爽 这是第二件事 所以我方觉得你的定义 也没有讨论的诚意 第三件事 我要跟你鄙视岸的部分 你方今天只是告诉大家 在成长意愿当中 有的人在逆境当中有成长意愿 可是在事实情况下 你方没有给出任何的举程 反而是我方给出了很多数据 如果第一个我方讲的是 64%的美国中西部黑人贫困区 他会由于身处于逆境 64%的人他会采取逃避问题的方式 我方也讲了59.7%的中国受访青年 他会认为打击式教育 会导致自己缺乏自信 他容易经常进入到自我否定的状态 以及我方讲了三分之二的孩子 他如果在家庭贫困 以及包括家庭有种种不利因素 比如父亲不疼母亲不爱的状况下 他容易走向极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能单纯的告诉我说 有人能从逆境当中走出来就得正 你要告诉我 现实当中有多少人能从逆境当中走出来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我方的推论 如果你觉得我方讲的那些东西 更多的资源不能帮助你成长 人建立自己的信任感 自信心以及成就感 勤奋感 这总是成长的一部分 我方这边就给出了心理学界 现在比较公认的人格建构的理论 也就是埃里克森巴结的论 它的核心解释就讲的是 人的人格建构的过程当中 与外界的环境是正向反昏 是紧密相关的 什么意思 一个0岁到1.5岁的孩子 他哭或者饿的时候 他的爸妈是否会出现 这件事本身是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 在未来长达几十年的过程当中 会影响这个孩子 到底是敢于希望富有理想 还是他会时常担心自己的需求 能不能得到解决 再比如说八阶段论里头 还讲比如三到六岁的孩子 如果我今天做出一个成果 当外界鼓励我肯定我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会形成主动性 而如果你对这个孩子是讥笑 这个孩子就会从小失去自信心 换句话来讲 就是人格建构的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他是处于顺境 那他就更有效的建立于我方讲的 无论是自信心也好 信任感也好 还是成就感也好 而你方单纯的告诉他 能有一些人能走出逆境 我方觉得远远不够 以上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三分三十九秒 反方时间所剩 两分二十三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好 你方今天跟我讲说 我人生当中必然会遇到逆境的逻辑 无非就是想告诉我 我上一次遇到逆境 我下一期一定能获得 能够解决这个逆境的能力 但是我们看到心理学家 Wenry研究显示说 童年遭遇这样破碎家庭的孩子 他们反而有更高的可能性 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自身未来进行问题的 他们会比普通的孩子 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不自信感 这样的成长 你方是怎么得出来的 这种不安全感 有可能是他们试图锻炼新的能力的理由 所以你方最后讲自信心 请问了美国学者卢瑟及其研究团队 附加子弟出现酗酒吸毒暴力的概率 是正常标准的1.5倍 自信的去犯罪是好的成长吗 如果你家里没有钱 好像吸毒比较困难 我觉得这个数据比较合理的解释 我回过头来问你 我方比较好奇你的论证的部分 因为你只告诉大家 有一部分人他经历了失败 他能走出来 你有没有想要证明 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失败能走出来 而我方这边给出的数据是64%的人 他在经历了失败 他在遭遇了逆境以后 下一次他再次遇到逆境的时候 他会选择逃避 来 首先 那是不是还有40%可以走出来 我确认一下 北大教授徐凯文的研究发现 家庭和睦成长顺遂的北大大一学生 却反而有40%因为夸赞太多 盲目的追求成就 以至于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陷入到重度的抑郁和自杀倾向 这个例子里面 你瞬间让他们的人格更健全了吗 我方没有否认您方有可能有人在大逃杀里活下来 您方要论上大逃杀就有利于成长吗 这是您的论证 您方为什么在举大的例子的时候 去说这些残疾的例子 举普通人的例子说 只是夸一夸之就能遇到逆境了呢 您这个例子的不对等是怎么解决的 你方自己之中没有回应我方的是 在这个例子里面他们没有通过这件事情获得更健全的人格 所以顺境为什么带来人格更健全 包括我是否会自卑这些事情都跟顺境和逆境有息息相关的联系 反过道问你方老 比如我方这边有数据就显示 美国的儿童自杀率跟他的地区贫困程度是有直接相关因素的 随着贫困率的上升 青年自杀率也会成阶梯式上升 我问你 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要证明这一部分人 他都能突破逆境了 我方也证明过北大 我方也用北大的数据证明过北大学生相比于当时的革命前辈 他们在逆境当中反而不会产生抑郁情绪 也不会产生自杀情绪 而对比一下你最后的结论是吸毒酗酒等等的 可能穷人吸不到 可是暴力这件事情总是通的 也有比如说我方也那份数据里面也有证明 抑郁等情绪也是富家子弟 就是比普通人要更高 欢迎之在犯罪的概率等等的上位 你方也没有论证成功 进步追问了 就问大清帝国这个例子好了 如果请问没有外国的炮火 大清帝国要怎么从天朝和上国的美梦中醒过来 来北大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能成立 是因为北大的学生他在获得教育资源是他的顺境 而他为什么会导致那样抑郁倾向 是因为您的这个例子解释的不够完全 因为一个北大的学生他有可能经历家庭暴力 有可能经历很多这种逆境的因素 那到底是他顺境的因素导致了他 是他学习资源变得更强 导致他抑郁 还是因为他其他因素导致他抑郁 是你问这个数据不够全面的地方 而我问这个数据直接告诉你的是 一个年轻人他有可能会 他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自卑感 能产生不自信感 这和他的贫困率和他 他和他受的逆境是正相关的关系的 那你怎么解决在这样的问题下 很多人概率上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逆境的呢 恰恰是为了地面理方 这么空洞的解释这个数据 所以我方才强调 徐凯文的教授明确表明 这些学生本身家庭和睦 甚至母慈子孝 所以没有在人生中经历过压力 恰恰是因为他们人生中有太多的夸赞 使他们沉溺于成就中 反而追寻不到人生的意义 因此为什么顺境能带来更精神的人格 你给我双方都比不出来 那我进步确认 在华为的例子中 如果没有美国接耳联赛的科技封锁 中国怎么认识到 要把芯片的核心制造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等一下 不是你说比不出来就比不出来的 你给的例子告诉我的是 这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没有经历过逆境 你刚才自己前面又讲的是人 人的一生必然会面对逆境 所以我比较好奇 我用同样的标准来跟你比较 那一个人从来一生当中 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的顺境 你觉得这个人会好吗 我方的意思是 他当然会遇到逆境 但是他一开始的顺境太多了 导致他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这个时候面对到逆境 他就没有办法 总终度过难关了 回答我方刚刚的例子 像台积电和美国这样的例子当中 他们不经历经济危机 如何能够有孤注一致的决心 去发展现在的科技 同学有一个成语 叫做居安思危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什么叫居安思危 没关系 你不知道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当我处于顺境当中 我仍然可以去思考 我的风险是什么 所以再换句话来讲 你有没有想要证明 顺境当中的人 一定不能抵御风险 所以你方只听过居安思危 没有听过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什么时候的人会居安思危 恰恰是因为我经历过苦难 我经历过可能有逆境 对我带来的风险 我才可能去居安思危 不然为什么华为 这么多年来 一直顺风顺水的购买 美国的核心芯片 从来没有想过 要自主核心开发 美国开始 跟他进行科技制裁之后 我们才开始领悟到 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 所以在你看来 美国他今天发展芯片 所以在你看来 所以美国今天他没有 他仍然在发展芯片 但是在美国的情况下 到底他的 让他处于逆境的人是谁呢 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过去苏联深刻 冷下冷战的教训 使得美国自己 必须一步一步的 猛的发展科技 不然他的劳动力价格 也可能比这些亚洲国家要贵 他不得不发展科技 以至于美国今天飞速发展 所以进一步最后请教 像我方回到苏世的例子 请问苏世是在前期的时候 他顺遂当官僚的时候 文学成就比较 还是后期他贬折之后 写出赤必复的时候 他更更是一个成功的作业 不是 他在当官的政治上的造诣 肯定是更高的 他在政治上的造诣肯定是更高的 更何况还有很多事 他不是在顺劲当中 也写出了很不很不错的事先的 跟你比美国那个例子好了 你今天无非告诉我的 就是一些人或者一些国家企业 他们在逆境当中 可以激发他的某一种能力 所以你要跟我讲的是 这个逆境有利于我的成长 还是我本身这个能力 有利于我的成长 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城市 他杀人犯很猖獗 那你能告诉我 因为杀人犯猖獗 我提高了城市的治安 能论证到杀人犯猖獗 对这个城市的治安推进 是有正面作用的吗 等一下 你方同一条论 你方给一个具体的举证好不好 我方恰恰看到南朝的宫廷里面 因为他的生活顺遂幽渥 所以每天沉溺于声色拳马之中 反而写出来都是迷迷之音 那像苏氏这样的人 反而是经历了被贬折 一贬再贬之后 才能写出念奴骄 赤壁怀骨 这样具有深厚情感 也具有广阔的苦难视野的诗词 是不是苦难逆境 反而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 更广阔的视野和成长 李白就很有钱 我说一下 你方的丽子有问题 首先第一个 扎克伯格创立社交网络的时候 他可没有逆境 他就是在上学而已 其次年方的逻辑是 如果有一个人现在能够爱饿 是因为他之前饿过 难道写诗不是因为他之前见过繁华 我们能爱饿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之前吃的饱 请反方继续发言 写诗是因为他没有听过欧阳修的一句话 叫做失穷而后宫 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经历过困恶的诗人 在困顿和郁郁不得志中 他才会有更深沉的情感 和更苦难的视野 从而写出更好的诗词 谢谢 再次感谢双方便手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中文的语码 这是掌诩 可念的 予演于 接下来 剧小火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反方4点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谢谢主席大家好 声音没有问题请发言 谢谢主席大家好 这场比赛对方唯一对我方最有可能突破 就是在标准也就是成功率这个战场上突破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方北大的数据 还是所谓美国附加子异数据 他方从来都没有比较成功过 他方的成功率更高 因为有很多人是在顺境中沉沦的 这一点在实验上他方没比出来 可是价值上 他方最后一层唯一一个举证是 绿巨人的类比加码设限 好像听起来是不好的 可是那不靠谱 只是因为你好像在科幻语境里 但如果进进科幻语境里 要强大到对抗灭霸 不就得靠加码设限 美国队长不就是靠血腥他们才战胜他们吗 而最后 而所有的对王安石也写过一句话很知名 叫做是知其伪归怪 常在于弦远 按对方的逻辑 其伪归怪是最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常在于弦远 人罕见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方唯一的成功打算突破也不成立 而对方在这个例子里面有很多格党 比如扎克伯格也很成功 请问扎克伯格难道不是天天被欧洲法院诉讼 以至于他必须要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 才获得成功吗 而进一步对方最后一个格党是 在练习的时候 好像我们也能居安思危 可是北大的学生请问 没有听过那些鸡汤吗 所有的城里的孩子 老师没有教过他们要好好学习吗 可是为什么比起来是那些张贵梅 自己学校里面的学生 是最能领悟这个道理的 因为他们真心经历过这些痛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真实 都是来源于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而人往往不付出代价 是会侥幸的 是会路径依赖的 是会不理性 是会顺着流走的 所以苏世在前期 他在大学室店里面的时候 也看过很多书 可是他写出的诗句是平庸的 是那种八股文式的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八股文 他写的是一缩烟与任平生 那种经典 那我方觉得这个部分是更好的成长 最后一点在价值上的比较是 你方最后的价值 其实不会给大家真正的倡导 为什么 你方最后倡导 就是要给大家资源 首先这件事情谁都知道 可是你要在那些石铁生的案例里 要怎么告诉各位 他自己腿断了 于是你告诉他们 政府给他接腿吗 政府 我如果生在一个战乱的国家 请问什么时候资源 等待国家战乱结束 然后再出来 要不然我就投降给日本吗 所以我方看到说 人人在生平里面皆有逆境 唯一让你成长的方式 成为中国脊梁的方式 就是勇敢地面对困难 并坚强地战胜它 这是鲁迅李大钊 在前面呼唤你 唯一告诉我们各位真正的价值 这就是逆境中的成长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四辩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大家好 正方四辩师麦克风可以听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是这样的 把最后聊的那个例子 先解决一下 苏氏那个例子 林茂祖也讲了 他以前在前朝的时候 每天学了很多狮子歌夫 获得了很多的文化 所以到底是怎么比出来的 到底是他之后那些苦难 才导致了他之后 拥有更好的狮子造诣 还是说这部分狮子造诣 也离不开 他最早积累的文化素养了 如果他没有一开始的 瞬间当中积累的文化素养 哪怕之后苦难再多 是不是同样没法成为大诗人 同样的 确实有一些诗人 在苦难当中 可以写出一些针对苦难的诗篇 但同样有没有一些 更厉害的诗人 比如李白这样子的诗人 他是不是就家里一直很有钱 这个钱支撑 他可以四处去游历 四处去拜书求学 这种情况 他是不是也写出了 非常不错的浪漫主义的诗篇 所以这个层面上 你们跟我比不出来 更何况在成为一个 诗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基础 其实是你拥有足够多的文化素养 而真的是你本身需要 瞬间的资源去给你累积的 好 今天所有的比较 其实就基于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成长的机会 就是成长的气息 给你提供成长的那一个瞬间的契机 我们来讲 成长的机会需要靠什么提供 本身的最重要的是靠资源去积累 用更多的机会去尝试 有更多的视野去看到 这里需要得到什么 对这个这里本身没有反驳 他给了一条反驳 叫做今天有人在成功里沉沦 对 那同样的有没有可能 人在逆境里也会沉沦呢 我方今天给了你数据 有好64%的人 他们在逆境当中是沉沦的 没有办法走出来 您帮告诉我的是 那同样有40%的人走出来了呀 那之后您帮又给了数据说 有40%的北大的学生 他们可以 他们抑郁了 那这个比较 打怕你做纯数字的比较 不也是我方更好吗 所以在数据的比较上 不是您帮说比不出来的 纯数字的比较 我方今天也可以得证 来自我往下面走 您帮只有给了我两个例子 比如说教练给你理论稿 你告诉这个东西 对你成长没有机会上提供 为什么呀 教练给你理论稿 你不会自己误吗 你看了看 你发现 哇 教练这个理论稿使得真好啊 对我难道就没有提高吗 难道非得教练让你一个人去自学 才对你来讲是最好的教练吗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吧 那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教练都没有区别啊 教练存在的意义 就是他知道如何去分配资源 包括张贵梅那个例子也是 您帮居然在一开始 可以告诉我张贵梅的存在 对于山区的小孩来讲 是一个逆境 你这句话告诉张贵梅 她会不会伤心 我说她会很伤心的呀 她给大家提供 这么好的教育资源 她给了这些山区小孩 这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机会 暗的山区小孩对比呢 她们永远遇不到张贵梅校长 她们一直沉浸在苦难当中 她们一直没有办法想方设法 去脱离出这个山区 给她带来的桎梅 所以张贵梅的存在一开始 都对她们人就是一种顺境 第二个比较成长的状态 什么意思 成长本身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 随着你跟外界的信息的交换 变得更多 你自然会把外界的一些信息 纳扰到你个人心里的一些整合当中 使你变得一个更成长的人 您放在这个地方 唯一给我的数据是北大的数据 我方刚刚已经拆掉了 然后我方今天告诉你的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比如艾里科森那个数据里面 每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节点 都是需要靠顺境来推进他的成长的 不是说这个过程当中 完全不应该有匿集 而是最关键的节点上 比如小孩很小的时候 需要得到父母的爱 父母出不出现 长大了想跟父母撒娇 父母听不听 这种最关键的地方 想跟父母讲话 父母信还是不信 这最关键的节点 都是需要父母提供顺境的 到最后您放退到您的价值 无非就是告诉我三个四个字 感恩苦难 我解决不了苦难 我就去感恩他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想一想 我真的很想提醒大家 苦难从来都不塑造人 苦难它只去筛选人 你告诉我大山深处的小孩 学会了坚毅和独立 可更多大山深处的小孩 他们真的就深陷在深深的制度里 一辈子走不出来了 所以说当给他们提供顺境 给他们更好的成长资源的时候 他们才能走出来 去面对更好的人生 感谢正方辩手的总结陈词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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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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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确认一下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这一场我整体的倾向确实比较明显的倾向了正方 原因很简单 我感觉反方要比较的 就是你们想要正成的东西是在稍后置的环节 才表述清晰 而给出的例证其实会有一些缺缓 具体来讲是这样的 你们在一开始的例论的时候 从最开始的首置 我听上去我其实没有太听明白 反方真实要比较的是什么 因为你们举的例子都问了一些更像程度上的问题 就是你们问那我们应该比哪一类人群呢 是不是应该比人类极限的这一部分人群啊 这会让我感觉你们想比较的是 会不会是某一种极端 在最逆风的环境下可以塑造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你们也确实举了很多像李大钊这样的例子 可是到反二的这一轮层次我才听明白 其实大家对成长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对于正方来讲成长就意味着你平稳的 就像反方说的更平稳的更容易的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 形成一个我们在无论是从就是从人生的跨度上来看 还是从心理的健全上来看 就算你完成了成长这样一件事情 那对于反方来讲 你们想证成的更像是这个成长的深刻程度 你的这个深刻程度在我 我对你们后续的很多矩阵听上去 更像是包括思想的深度 包括你对生活整体的抗挫折能力 这一份抗挫折能力可能对于很多顺境中的人来讲 他压根就不需要 如果他就这么顺顺利利的过了一辈子 他哪怕在反方看来 哪怕很平稳的成长到最后 他没有面对过类似于这样的逆境 他也不需要这个能力 以至于在他的人生体验中 他是没有完成这个能力的培养的 所以他整体成长的深度是不够的 这是我对你们后面整体证程听到的 我接收到的你们更想证明的东西 可是在后续的矩阵 我又一度很模糊 因为在我听来 如果你们想论证 类似于这样成长的深度和强度 酗酒这一类的数据和这个 你们想证明的目的关系就不太大了 对于你们来讲 就是在顺境中的年轻人 他到底爱不爱喝酒 有没有出现酗酒的情况 和他的心智足不足够健全 和他的思想够不够深刻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们更应该举出的是 类似于比如说一些相抗的心理学依据 去说那可能一直处于顺境中的顺境中的人群 他在面对生活较大的挫折 就像你们说的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那谁在最后不会遇到一些 比较难以接受的这样的逆境的环境 那对于一直处在顺境中的人来讲 他们的接收度是更低的 他们面遇到这种情况所产生的 像你们举出的抑郁程度也好呀 崩溃程度也好呀 产生某一系列的心理疾病也好呀 他的概率是更高的 我一直在就是在你们的 第二轮的陈词咨询结束后 我再期待你们给出这样的举证 可是你们后续的举证给出的是 给出的是北大现在的学生 也有将近40%的抑郁 对于这个数据的解读 反方给出的结论是 那当年的李大钊是更不容易抑郁的 在我听来这确实不是一个 可以相比较的这个数据 就是他们两个不是可以相比较的 你也不能正成在李大钊 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 对于那个时候的学生群体来讲 他们的心智就是更健康的 他需要一些更充分的说明 那在我听来 反方最接近你们想正成的举例 可能就是苏氏的这一组例子 如果苏氏在后期的他更逆境的环境中 他写出的诗词确实是更为深刻的 更为有价值有意义的 也更能体现他的思想的丰富也好 他思考的深度也好 如果你们把这一部分的举证作全 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的证明目的来讲 是更充分的理据 但是很可惜这一组的例证也只是在 你们到自由辩论的环节 才进行了一些描述 而且确实也不够全面 那对于正方来讲 他确实正方给出的 对于正方来讲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 反方给出守智所问的问题 他这个算循环论证吗 还是定义自论证呢 他到底有没有完成他的论证呢 其实在反方 反四最开始守智的时候 我心里也存了这个疑虑 首先他肯定不是循环论证 那对于正方来讲 他们有没有在做一件定义自论证的事情呢 我听到最后我的结论是没有的 因为他们确实充分的通过 数据也好 事例也好 证明了对于你有更好的资源和平台来讲 是对一个人更容易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的 他可能对 我理解的是 可能在资源这个部分 确实像反方所说 不能因为我本身 可能出身就拥有比较完整的家庭 比较富裕的生活 就直接正成到我成长了 可是如果一个更有时间 或者具有更健康跟科学的教育理念的父母 一直处于在他们的描述下 鼓励式的教育 处于更充分的陪伴等等 在这样的条件下 这个孩子的人格能达到更健全的程度 在我听来是正方有正成的 这是对于双方整体的这个证明框架 那到你们具体的交锋中 其实很多事例的解释 在我听来也会有一点点奇怪 我简单做一下 就是我这边接受到信息的分享 比如说张桂梅的这个例子 在张桂梅这个例子 你们一开始交锋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大家是怎么比出来的呢 在正在反方的口径里 张桂梅的例子是是是一个逆境 其实一开始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因为对于那些山区的女生来讲 她们能够获取的教育资源 真的非常非常有限 可是在反方的描述中 张桂梅要求她的学生五点 早上五点起 一直学到晚上十二点 一直跟大告诉大家 你们必须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 才能走出这个山区 变成了一种打压 就是我感觉 对于这一群学生逆境的描述 可能不在于 不能落在张桂梅的某些教育方式 和她提供给她的资源上 这样确实比较容易被反方拉过去说 被正方拉过去说 那这对于那个山区的这一群女生来讲 已经是她们不幸中的万幸了 就是对于反方很多解释 在我这里接受度确实有一些下降的原因 那对于正方来讲 你可不可以把张桂梅的这个例子 就解释成对于那里的学生来讲 已经是她们的顺境了 在我其实也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我能够理解到 在正方所有的倡导里面 我们确实需要给这些逆境中的孩子 你更多更好需要有更多像张桂梅这样的人 站出来 或者以更科学更健全的制度 去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资源 但是对于那里的孩子来讲 你也不能直接把她理解为顺境 也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鼓励他们说 这已经是 就是对于大家的成长来讲 已经是最好的路径了 那后面石铁生的例子 石铁生的例子的交锋当中 在反方的描述中 那确实就是 你要怎么鼓励这些 已经在逆境中的人呢 我一开始其实可以接收到 反方想倡导的这种价值的 就是那对于已经身处逆境的人来讲 你总得给他们一些鼓励 可是我感觉反方正方接过去的 也非常之快 那对于这些人来讲 那就是要给他们线下 已经在断送了跑步 或者在运动生涯的这条路之后 你要怎么样尽可能的给他提供顺境 才能让他从这样的绝境中 再次就是站起来 再次成长起来 再次有更充分面对生活的勇气 所以到这个例子的交锋中 确实在你们那一轮质询中 我觉得最后也落点到了正方 而后续也没有给出更多新的口径与交锋 然后包括大家在后面 对于华为的例子的交锋也好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 我自己的理解是 你们给出的天师大和郑州大学的那一组数据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对于这样的酗酒率 我觉得对于反方的政策目的可能相距较远 而像华为这一类例子 在我的接收里确实 他很难讲是因为 就是我们的外部环境险恶到这个地步 他才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这可能对我理解的华为 从一开始他非常非常早 就开始倡导这样自主研发的口号 会有一些常识性的冲突 那确实我没有听到 反方给予我更充分的解释 或者你们更充分的矩阵 所以这一部分的势力 我的接收度也会相对较低 那基于你们的框架和后续的 几个比较重要的势力的交锋 我最后整体的票行倾向给了正方 然后也欢迎大家赛后跟我讨论 谢谢 感谢杨晨雪女士 下面有请谢宇先生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好 主席你好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的 那我来说一下我投票的理由 我这场一项票是投给正方 整体的比赛我也更倾向于正方一些 我先说最影响这个的两件事 最影响我投票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觉得反方从立论开始 就始终在 就是我举一些例子 然后我又举了一个例子 我又举了一个例子 但是它的逻辑论证是什么呢 就是你反方好歹讲点道理吧 就不是说反方不讲道理的那种 就是你好歹有点逻辑之后 就是你说一说为什么呀 这些例子你怎么去诠释的 反方诠释就是你看苏世 他经历了后面的那些苦难 所以他写的那么好的事 然后你看华为 因为他就是意识到了危机 所以发展的很好 那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背后是个什么原理呢 就是逆境怎么作用到它 你至少用逻辑建立一个因果联系吧 就是我认为因为在逆境中 盼如何如何了 所以盼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部分反方的强调非常的少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怎么比的呢 当然这个问题 反方也经常泡于正方 反方就问正方 你怎么比的 你比一比啊 那反方呢就是反方又是怎么比的呢 反方的比较吧 他也是在例子中 就是试图用这种感觉来的 但是比如说讲华为的那个 其实这个例子的对比感是不明显的 我听到在例子中比的比较明确的 就是讲苏世 他说你看 这个南朝的时候就不太行 都是谜谜之夜 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 然后苏世你看他经历了 他就这样 这算什么呢 就是我感觉吧 你让我去理解 就是往反方想讲一个意思去理解 我能去理解到 但是他也没有形成那种 例子中非常严谨的 就是感觉 好像比的特别明确的那种状态 而且在这里呢 正方最后点了一下 他说你看苏世 他前面呢 就是经历繁华 对吧 后面呢 这个看了一下 这个人间苦难 那你说 他这成就到底哪来的呢 对吧 这个点啊 我认为他不构成 就是正方也不需要 在我的评价体系里 也不需要依靠这个来 就是杀死 这个反方整体的理论 但是正方点出这个意思 其实是 我认为是反方整体的论证中 就是反方可能觉得 你看我举了一些例子 他经历过苦难 所以他做得很好 那这难道不能论证 我的观点吗 我觉得正方最后点这个东西 是反方整体论证中的缺陷 就是当你不补逻辑的时候 你讲这个例子 就会有个天然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正方讲的一点 因为这些人 比如说你就讲华为 他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经历了就是 就是中国的这些 这个就是像华为啊 小米啊等等 就是他们经历过那个红利期 他也经历过这样的红利期 他又很顺风顺水的时候 然后呢 你讲说这个 美国对他怎么怎么样 就是也经历过这样的逆境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发展状态 但这里面 他如果资源的积累 他能走到这么大的一步 有顺定所谓的这些 有利条件的帮助 他有没有通过这种外界的刺激 让他去就是这个进行 就是更 你要给反方叫更深刻的 这个什么 他没有更深刻 但是有没有这种深刻的反思之后的 就是新的这个成长方面也有 所以在这种非常复杂的作物之下 反方是如何单独抽离出来的呢 这件事情就需要 你把这个例子掰开了 讲一讲这个中间的逻辑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你只能反方论证一下 逆境对它的成长有作用 逆境给它带来成长 但是这个更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就是这个是例子本身的复杂性 所导致的 所以你要讲逻辑 可是反方今天这场比赛里 对逻辑讲的又非常之少 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在攻防中 大家在同样的时间里 讲的内容到底是在干嘛 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环节票 我这个道理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说假如这个环节 你讲了两件事 有一件事你讲的相对比较明白 那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去评他的胜负 就是正方讲得好 反方讲得好 然后比如说你又讲了一件事 这件事听完之后感觉 不知道他要干啥 那你对比之下 比如对方也讲了两件事 这两件事讲得非常清楚 那你可能就要丢一分 在这个环节里 我觉得很多环节里面 反方会流出这样的状态 我举几个场合 最明显就让我一直非常困惑的例子 就是反方去讲实铁生这件事 就是他去说 他说你看实铁生 他因为遭遇了意外 然后他就 就是要靠入了意义 就残疾了 然后残疾之后呢 然后你开始讲 反方意思就是 你看实铁生 是不是个逆境 那这是对吧 然后反方就说 他说你看实铁生的逆境怎么解决 正方说可以给他雇保姆 这也不算很离谱 就是照顾他们 然后这时候反方就说 他说国家能让所有的人 都给所有人都雇保姆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正方的回应 有一点 就是确实像反方讲 就是有点账口就来了 但是事实上咱们国家 对于就是残疾人也好 就是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也好 都有很多政策 只不过正方没讲 然后正方就是说 他说那可以雇 然后反方就说 他难道可能给所有人雇吗 这个结论 我认为反方拿到了 就是反方就想讲说 国家呢不能把所有的逆境中的人 一定全都特别好的拉出来 有些人呢 他就是人生中遭遇一些逆境 有些逆境就是外力所不能帮助的 就不是靠国家能帮你解决的 当然国家不能帮你 是不是周围人不能帮你 反方也没讲 但无所谓 反正就是人的总归要处在逆境中 有一些不利条件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说像 我残疾了 那这是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这个残疾带来的困境 是可以去克服的 然后反方就想讲这样一个结论 可是我一直没有明白 这件事情跟今天的变体 有什么关系就是他要论证什么 因为所以因为人要遭遇逆境 逆境就更利于人成长 是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呀 这为什么是这样的 有的人要经历顺境啊 那为什么我们不说顺境更利于人成长 为什么要说逆境更利于人成长 这联系是什么的 所以就是反方每次讲到这 就把前面也都讲完了 我认为确实反正成了 人要经历逆境 逆境不一定就是国家能帮你走出来 你要自己去面对 那我们就告诉每个人要战胜困难就好了 为什么要告诉他逆境构虑 人成长了 我不明白 就是反方可能是想讲一个 讲一首价值 就是他在小学的时候去讲 他说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态 就是每过一关就更靠近五字天书 靠近我们的五字经书 对啊 是啊 可是这个心态就是对吧 关关难过关关过 然后过关之后得真经 这件事情能论证逆境构于人成长吗 我不明白 就是我觉得反方可能是想讲一首价值 但是这个价值怎么讲通呢 没讲通 这件事情其实最后归点 反正你归印象票归点的时候 归决胜归点的时候 那这个没正成你不会归他 但是在环节中就是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还是就是前面 反方再用一段时间讲一个感觉 不知道在干嘛的内容 但是如果正方讲的东西 他都比较思路清晰 或者他论证都比较完整 那确实这是个得分点 所以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我的环节票的部分 然后刚才我讲的第一个大的部分 是主要影响影响票的部分 具体中间的规点 很多跟就是陈雪讲的比较相似 然后我还是说一下 我觉得对反方来说 最大问题就是没比 然后也没讲背后 他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正方呢 有一些地方他的比较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他自己用很多的数据和学理 支撑的这个比较 我认为比反方是要强一些的 反方这里面做出的 我觉得比较明确的就是突破 有这种比较性的突破 就是那两个数据 第一个是讲说天师的那个数据 说农村的那个孩子 他缺少关怀 但是他的情绪本身 可能更加的稳定 这个部分我认为这点还可以 第二个就是讲说 富人家的这个孩子的酗酒 和那个什么的叫什么 酗酒和吸毒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些 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自我变化的时候 由大家数据对冲击演化成这样一件事 那你认为什么要成长 就是因为你讲这是一组美国的数据 如果我没有听错 可能讲在中国 他就是这吸毒可能什么有各种问题 他在美国你讲的这个吸毒 他指的是 是在他合法化 比如抽两手大拔 还是说就是那种 在他的也是违禁药品的这个使用 另外就是酗酒 那这个事情 对他的成长本身是个什么事呢 有多大影响 我觉得他落回到你的立场里面 去讲成长这件事情 需要大家去讲一讲 到底成长是什么 但这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正方也没有太去讲说 他认为到底什么叫成长 大家无非就是进行数据战 反方讲说 我有一个贴事数据 讲情绪更稳定 然后最后变的时候 我再给你强调这个 富人这个数据 然后正方说 我有一些数据 证明了这个这个和这个 然后这时候反方说 他说那我还有一个北大的数据 证明了这个 大家是叫什么 空心病 又如何 我觉得大家进入了一个数据对攻 我其实不是很愿意去讲说 因为大家都举了数据 所以就咋过了 他并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正方所举出的实证中 除了这种数据调研以外 他从基礼上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 就是他除了自己的逻辑以外 大家数据分在一边 我觉得大家各自有去证证 他对人的有 在你的这个研究中 对人的有一些方面是有影响 比如说反方讲的这个 农村的这个孩子 他情绪更稳定 我们放在这儿 这是一个结论 他能不能证明 逆境更为人身上 不确定 然后正方讲的一些数据也是如此 但是正方讲的就是 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上的学理 我认为这件事情 你在论证的丰富层次上 是比反方更丰富一些 我不是说 它的效力就一定比你的学术研究要高 并不是这样 而是那既然大家进入到这个阶段 就是开始比较论据了 你去看的论据层次 如果你本身提出的论据 你没有说第一 我解释比对方更好 那我就是正常摆了一个论据 我在问题下 说了一下 他好像能证诚 然后对方也是一样的操作 那就相当于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使用 都是差不多的层面 放在这边放在一边 而正方所提出的学理 我认为是反方没有 那在这里面就相当于他 你说那大家都有数据 那我在学理上再进一步去佐证我 说白了这就是你论证 比如说大家都想论证一件事 我讲了一些学理 这些学理也不离谱 跟我的数据能相互印证 我讲了一些数据 我举了一些例子 然后我自己又讲了一些逻辑 那当你这些 在比如说数据本身 没有办法分中高下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拼这件事 很简单 也不代表他就是 这怎么说呢 就是不代表他更正确 我只能讲这是辩论技术上 他论证的要更好一些 当然我也不是质疑他的正确性本身 而反方需要这个部分 又没有在自己的例子中 突破掉他讲的那些学理 所以正方在学理这个部分 我认为是占要的第一点 第二个正方占要的部分 是来自于正方的逻辑解释 就是正方前面讲的 他说我有更丰富的资源 这些资源能帮助你 突破各种各样的困难 因为你干什么事 都需要各种资源的帮助 反方对于这个部分的解释 这场常顺循环论证 我认为这不是个循环论证 大家从头捋一下 就是今天什么叫顺境 资源更丰富的 就是顺境 你已经就是资源更匮乏 这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常识下会觉得这很离谱 它也不是很离谱 那什么叫人成长 对吧 就是人有了很多的机会之后 然后获得了进一步的 你叫知识也好 心态也好 这样的变化 就是利用这些机会 做了一个变化 这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 那对你这个人成长 那什么叫对人成长有利 那就是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或者给他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难道给人 这不算有利吗 所以这拼在一起感觉 非常的正常 反方觉得它是循环论证 我认为不是 我不太明白 什么叫定义自论证 因为感觉这不是一个 他们学说话说法 但是我感觉 正方在这里面 给出了非常积极的 太过告诉他 他说我论证了 就是我在给你论证 为什么顺境是这样 我也在告诉你 为什么人成长是这样 所以这个循环论证的帽子 没有办法扣到 正方的头上 他就是很正常 那这事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样的事 比如今天有一个电题 叫逆境不律人成长 然后逆境就是资源溃乏的地方 人成长就需要一些资源的帮助 来让他得到一些提升 那不律就是他的资源很少 那逆境里面资源很少 这样听起来就感觉 好像很顺 他循环在那 他没有什么循环 因为事实是如此 这个时候正方 反方你可以 就像正方说的 反方你可以攻击他 你说顺境不是资源多 你定义不对 你不应该这样定义 但是他这样定了之后 我觉得没有哪里循环 而且他也去证明了 为什么在顺境中是这样 虽然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我认为反方对于正方 在这个部分里 有可能更能有 打击可能的攻击方法 是反方去讲这样一件事 反方说 他说你怎么论证了 就是这些孩子 就是这些人 他有了资源之后 就一定能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条比较好的路 但是当反方打击这条路的时候 那个落点落到了栗子上 就是去讲说 那有些孩子是 你爱他有什么成长 往这个方面去讲 包括说 这有鼓励教育研发的 就是说你念孩子 他有什么成长 他好像顺风水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落点不厉害 就是没有打击到正方 因为正方反而表示 他说那有些孩子 就是一直被漠视 一直没有人打理 那他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你意识到 当你去讲说 所以我给你讲 这里面一种很 就是具体的场景 去告诉你说 你顺境好像有问题 那对方也可以讲说 那一样我们大家都有些具体的场景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 沿着反方所讲的这个 你可以去讲资源 对人成长的帮助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去捋这个关系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在这个部分 反方没有先下捋 反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场景去质疑 当正方去讲说 他说那所以 你的这里面 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没有质疑掉正方的逻辑 就是去讲说 我有丰富的资源 我给你提供资源之后 你可以渡过你的一些困境 可以拿到你成长需要的东西 所以正方在罗续这个层面里 我认为也是完成证明 而正于正方所开展的第二点 叫逆境经验不可复制 这个后面就没讲 就是 我认为这个论点本身没有讲 但是 他在这个论点下面 所讲的那些打击教育 或者说打击对人的伤害 这个部分 我认为后续是在讲 这就是一个对比 就是他讲顺境里 我有什么好处 逆境中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对他这个部分里的论据在后面还是有 那正方理论就是 有自己的逻辑推演 有学理上的支撑 有数据上的佐证 然后还有些例子 我认为正方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完整 你可以讲他 就是论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反正变题 就是这个题 顺境够立于人成长 他论的简单 也不是个错误 正方我觉得论证比较完整 而相比于反方所要讲述的内容就是 这个大多数成就是通过逆境来达成的 以及人们在逆境中会更加珍惜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两件事在逻辑比较上 都是要不如正方 而反方所开出的那个 我们要比最高成就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无毒无害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用奥运精神 去约束这个大爷大妈 应该去用他去比苏敏天 你这样说呢 倒也没什么 我觉得大家没有主要在这交锋 反方这个前提倒没什么问题 可是在反方前提下面 依然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说 在那些人类取得最光辉成就的地方 确实在这里面逆境是对他们帮助更大的 因为他们有顺境有逆境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 这怎么比较更大 我觉得其实没有 所以反方整体论证 最终我觉得没有走回到自己的立场中 而中间具体的例子争夺 我觉得会有胜负 会在我的环境中有平常 所以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还有很多所谓的小公主 什么小皇帝 然后那时候对溺爱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多的讨论 大家就觉得说家长要怎么来教育孩子 就是让大家有了一些物质资源之后 去思考如何进行子女教育 当时我认为这个变体其实是用当时的社会背景 而生的 它有一个很具体的讨论的状态 但是当走了20年到了今天之后 这个变体应该从什么方向去利益 我觉得确实是对 从比赛来讲就是对变手来说 怎么去思考 从这个社会来讲 那就是对大家来说 应该如何去做各种各样的教育上的建设 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但是作为变体来讲 确实我觉得对反方来说 会有更大的压力 但是今天大家的表现还都是比较优秀的 以上就是我对这场比赛的判断 辛苦了 感谢谢宇先生 下面有请谢贤良先生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各位变手 平位主席各位上午好 那我的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我的整体的局势判断和两位评审一致 我也会更倾向于正方 我的环节票给了正方 那如果大家读过我的这个判准的话 你就会知道我一般会遵循三票一致的原则 当我采取分票的时候 往往就是我处在一个逆境之中 这个逆境就是这场比赛 我认为正反双方对这道变体的叙述 都各有其闪光之处 但是整体性的评价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 大家都讲了一些很违背我认知的讲法 并且最重要的是在事实上 没有进行太多的太有效的这个事实交锋 就导致我的判断很多时候会依据一些比较零碎的内容 所以我一般会采取分票的形式 这是我对于分票原因的交代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印象票投给反方 我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需要去澄清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正方同学到底有没有如反方同学所言 做循环论证或者陈学讲的定义式自论证 我理解的定义式自论证就是通过定义本身去完成论证 这和循环是两种都是天然性的 后然性的就是天然性必然性的得证的 我认为没有 为什么呢 我觉得正方同学正方意愿的回答非常的标准 就是正方今天的论证方法不仅不是如反方所疑惑的那样的 这个霸道的论证 它反而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三段论 什么意思 他说你看我们今天论证的是这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看谁更有助于个人成长 就要看谁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这是他通过艾里克森去论证的 第二件事情他论证顺境有更多的资源 这一步是他通过这个顺境的资源丰富程度去论证的 所以大前提小前提 下结论就是顺境更有助于个人的成长 所以反方同学 我觉得你们的疑惑是确实这个论证太正常了 太常规了 太中规中矩了 可是我觉得新国变选这道题 很多时候我们在打一些老变题的时候 之所以我觉得老变题可以变 训练一个变手的基础素杨 就是因为它就是铁锁横僵 没有什么阴谋轨迹 双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些比较简单的命题 比较明确的概念 进行一些比较细致的 相对于来说辩论比较常规性的攻防 所以在这个维度上 我没有因为正方 我没有因为反方同学指出正方同学的循环论证 而把影响不成多个的反方 我之所以投给反方 是因为在打这一类经典变题的时候 我个人会引入一个查虫率的概念 就是我会认为我们打一道变题 如上一位评审所讲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正方同学今天这个理论 从论点到论据 都透露出一股浓浓的相似程度 就是我不管是很早很早打这个题 还是在我这个 即使为出不成的辩论深压里 接触过类似的题 大家的讲法的内容 实在是太过一致了 所以就导致如果在攻防上 我个人认为 双方都有些直言片语的情况下 我会根据谁的内容 给我更多的新的灵感和启发 我会把印象票投给另一方 我会把环节票投给另外一方 所以那反方同学的心意是哪里呢 我觉得心意不是在于 你们靠例子论证 这件事情我一会儿会讲 我完全认可谢宇审讲的 就是我觉得反方同学 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举例论证不是一种论证方法 就是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 它只是作为一些案例和一些我们的经验 可是经验本身成为我们的论题 需要一些规律性的内容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妨碍 我认为反方同学的理论有一些闪光之处 因为我觉得你们最有趣的内容 恰恰是你们最没有讲出来的内容 就是你们那个标准 你们那个被正方用伽马射线 和绿巨人带过去的标准 我似乎感觉到这个标准 你们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有点惊喜 我以为你们想讲的是什么 之所以不聊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聊苏炳天 我理解这个地方的意思是 你们要比的是顺境跟逆境 何者更有助于个人突破边界 我觉得这个讲法是蛮好的 可是这个讲法 我之所以会认为整体的局势的判断 会更由于正方 也是因为这个讲法 你们自己似乎不太理解几方的理论 就是在这里 这个内容其实完全应该顺应到你们反方三变 对正方起初的那一轮惊鸿一撇的攻击 就是你怎么论证出更好的资源 更多的资源天然就等于成长的 你们在做这个标准 一个大一大八都 买一双苏炳天一样的跑鞋 而是能不能够让人拓展个人的边界 能不能够让他自己做出属于自己的更高 更快更强 所以到这个维度之后 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的攻防和整体局势的判断 就进入了以下这三件事情的维度 我一点一点讲 第一件事情就是举例子的维度 我必须要小小的吐槽一下 就是双方今天在场上举例子 都举了非常多的一些 我个人听上去有些奇怪的例子 我下面解释一下这个奇怪之处的缘由 以及我给各位的一些小建议 第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我们举例子的时候 不能只举一个简单的孤零零的例子 我们要对这个例子有一些细致的了解 这件事情我觉得正方同学的问题 就是张桂梅这个例子 当张桂梅这个例子被反方理解成 或者一定程度的阐释成张桂梅 让小朋友天天努力上学 这件事情是逆境的时候 我认为正方同学 你在这个地方还去跟他纠结 到底这个努力上学 五点上学 是不是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 其实没有回到你这个例子 和你们理论的契合之处 就是你们这个例子举出来 我知道你们要干嘛 但你们自己讲的完全不明白 很简单 你们的标准什么叫顺境 顺境就是提供更多资源 张桂梅这个例子 张桂梅提供的最多资源是什么 他帮助落后山区的女性学生 女童上学 这是他给那些女童提供的 不可或缺的人生资源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理解这个例子 如果你们真的读了张桂梅的一生 你应该知道他最大的提供资源 应该是这部分的内容 所以这是我觉得正方同学 你对自己讲的例子 拿捏不准 就导致被反方同学反诠释之后 你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这个纠结思扯 最终好像落回到了张桂梅这个例子 至少对那部分孩子来说 有他比没他更是一个顺境 但我认为这和你们一开始的初衷 是大想监听的 那反方同学的举例问题 我觉得会更严重一些 就是我刚刚讲过 举例论证不是论证方法 但是举例论证可以是赢比赛的一种方法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但是因为我认为辩论本身是说服 如果你想通过一些例子说服我 你必须得做到一定程度 它是一件更难的路 就比如说你们今天讲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你们讲苏东坡的例子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们打算通过苏东坡这一类的例子 来论证你们的翅膀 你至少得做到于秋雨的那篇苏东坡 突围那篇文章的渲染力和叙事的颗粒度上 就是你们讲一个例子 就得把这个例子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而不是简单的拿一个北大的空心病 和李大昭成独秀做比较 我真的不认可这种比较方式 但是最核心的 我觉得你们对例子的叙述的模型 我认为有一点粗糙的地方是在后半段 就是当你们取出了很多商业性的例子的时候 我要提醒一下各位 没有纳入我这场比赛的胜负判断 但我要提醒一下各位 我们在对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国家 一个公司做 它是否秉持着何种态度的判断的时候 我们得想一想 我们能不能够用人这样的简单情感 去概括这种公司行为或者国家行为 就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奋发图强 到底是因为它居安思危 还是因为它这个顺境提供更多的优渥资源 就比如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 就我认为啊 如果你们检证过事实 华为肯定不是说我在最早的时候 我就只想着买芯片 你们要明白我们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我们会理解这个经济学中的主体 是理性人或者理性主体 就是它的个人判断 它的公司的决策 很多时候不是受这道变体 所谓的顺逆境的个人影响 所以当你们在举这一类的例子的时候 就难免会出现 你们讲的越用力就越奇怪 就比如说扎克伯格通过被人打官司 练就了一生诉讼能力 这件事情帮助他在Facebook的创业 取得了成功 这太奇怪了 这真的听上去太奇怪了 就是你们自己在平时生活里 我觉得你们也不会这么举例子 但是在辩论场上 我觉得之所以你们会这么举 其实就是你们每一个例子都没有举透 就导致你们堆叠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李大叫陈同修 比如说华为 比如说苏东坡 所以到例子这个维度 我之所以认为 反方同学今天的例子 没有很好的突围 其实核心就在于 你们这场没有 你们打算通过例子论证 但你们这场没有一个听上去 让我就完全理解 完全能够get到 为什么逆境这个例子 它就天然的带来了你的两个论点 以至于在场上 你们的所有例子都被正方 用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挑战了 就是你这个例子里 是不是只有逆境呢 你这个例子里是不是也包括顺境呢 比如说华为有没有顺境 比如说苏东坡有没有顺境 这一部分我认为 就是举例层面的双方的问题 都是在于对几方的利润的 几方利润所管辖的这些例子的 讨论程度不够 那第二部分我觉得就是 在例子之外我们进入到论点的攻防 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只有一个核心攻防 就是到底正方有没有比出来 因为反方也不打算去比 反方那边整场的操作技术动作就是丢回去 就是你方没比较 可是我们要意识到 这道变题是双方都要做比较的 我先来看看正方有没有比出来 我最近看的结论是正方 靠反方在一些关键数据上的诗语比出来了 就是正方同学的比较是什么呢 他说你看我通过比较一个顺境之下的人 和一个逆境之下的人 我比了几个他会更具有的特质 第一件事情是会不会退缩 他通过这个64%的这个数据 就黑人贫困区逃避问题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数据本身讲出来 它本身就不够清晰 但是更离谱的事情是 反方同学对这个数据在自由辩论的回应是 那还有34%的人没逃避 你要知道反方同学 当你在讲你方没比出来的时候 你又主动去讲 那我不是还有34%吗 可是就算拿数字的简单比较 这不也比出来了吗 所以正方同学在我看来 他们的很多数据 是不能够直接论证他们的立场的 我就举两个 一个是他们讲的 打击性教育 这个打击式教育 不如鼓励式教育 是他的论点二 可是反方同学您想一想 打击式教育 天然就等于逆境嘛 他取得很多数据 听上去好像很有丰富的学历 跟这个数据论 那你仔细听一听 他的数据是69.7%的人 受到了打击式教育不自信 那你有没有比打击式教育 就逆境一定是全部都是打击 那顺境一定就是这个完全没有打击 打击式教育跟鼓励式教育的核心 在我粗显的理解上 它可能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 它跟事实层面的打击 与否遇到的困难 与否本身还是有一层间隔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自信这件事情和成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 就是我认为反方同学在这场比赛中 唯一对正方做出比较核心的挑战 就是反方三变在质询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正方今天讲了很多的资源和机会 可是这个资源和机会和成长的关系是什么的 但是非常遗憾 就如上一位评审所讲的 这个问题你是一点而过的 你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发现 也有些人溺爱 所以溺爱不好 也有些人摆烂 可是当你试图通过举例论证的时候 如果你的做法 还是你举对方有一些极端个例的时候 那对方就会如实际上比赛一样 他反过去问你 那对方也举一个很极端 比如说他举自杀率的意思 他说有些人被逼死了 有些人这个 就我认为自杀率这个数据 也是一个弱有似无的数据 因为你没有论证 那个自杀率的身高是由于逆境带来的 他讲的东西是更差的环境 就是更这个糟糕的环境 他可能跟治安案有问题 他可能跟贫困 就贫困率跟自杀率有正相关 但是这件事情 你不能够反推到 不贫困的人就自杀率更低了 凡方同学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你对这个数据的差异应该反过来 优渥 就你们那个北大的例子 不就说明这件事情 我们发现 自杀率不仅和贫困率可能有正相关 他也和受教育程度 可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反正他自家倾向也可能会越高 或者优渥的这个家庭 也可能会有更高的自杀率 福利国家可能他的福利待遇越高 那他可能人的这个自杀率 可能也会更高 那这部分的拆解 我觉得是有效的 所以到这一系列的数据的攻防 到最后的核心判断 在我这里留下凝结成了一个 关键因素就是 反方同学有质疑正方 为什么正方所论证的通涵的内容 通涵的资源可以论证到成长 但是反方同学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成长不应该是 正方所描绘的这个样态 这就有点像 辩论有点像是你在这个纸上写字 正方一直不断地在重复 他一直在重复资源更多 更好的待遇 更优渥的生活 更低的犯罪率 更低的自杀率 尽管把这些内容 确实在评委的心中 和他要论证的十方 有一定的距离 可是反方同学 如果不在这个地方 进行你们的描绘 就会导致你们在场上 只是告诉我 对方讲的未必能带来成长 但是成长 为什么是你们这个样态 为什么成长是苏氏的那个样态 而不是正方的 娇生惯养的小公主 那个样态 你没讲清楚 所以这道变题 很早很早的时候 这个直中学长跟薇薇姐打过 对吧 你们看那场比赛 那那场比赛 这个直中学长 有一段很关键的程序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们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们真的打一道老题 你们可以对照一下 就是很多年前的变手 是怎么论证这件事情的 和你们今天是怎么论证这件事情的 就是他有一段非常明确的陈词 是告诉各位 那别人的成长 不是你的成长 你什么身边 什么刘伯温 你的皇帝 左边有刘伯温 右边有什么大将 最后掏开来看 你不还是一个猴子吗 一个币马温吗 就你自己去看那段陈词 我觉得反方同学能理解到 你们所试图论证到的 未必带来成长 和顺境带来的不叫成长 这之间的这个区隔 那最后 就是我觉得 殷然价值的比较 我个人有一点点的疑惑 就是我觉得到比赛的中后段 反方同学 有点在用殷然 去接对方的食然了 这是我觉得你们十分的 在殷然战场 十分的一大理由 就是到了三变小节 那个环节 就从你三变质询开始 从食铁生那个例子出了之后 我其实没太理解到 你这个例子 和你理论的契合程度 到后来 我隐隐约约理解到了 你们打算讲讲的 那个殷然价值 大概是 人终究要面对苦难 所以苦难 是人的必修课 但这件事情 被正方同学点出来了 正方同学问你 那即使人都总会面对苦难 那为什么苦难本身 灾难本身 逆境本身 就一定有助于人的成长呢 这个地方 你们的例子是 因为食铁生 没有国家的帮助 没有这个什么 不是所有的逆境 都可以依靠国家的结构 来改善 食铁生是一个幸存者偏差 但第一 你们这个例子本身 有一点小小的危险 就是还是我讲 你们举例子的时候 就这件事情 正方没有讲 但是食铁生这个例子 如果你们读过《我与地坛》 就是他的人生成长 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 他经历了母亲的鼓舞 经历了护工的帮助 就是这一系列 你们举的例子 本身是有危险性的 这一部分正方没讲 我觉得不会纳入到我的判断 但是最核心的 就是往下讲 我不明白你这个 应然想讲是什么 因为在反方看来 我觉得你们这个 阴安战场的处理 似乎是要解决 正方所谓的 如果逆境更有助于人的成长 国家为什么要改善 人的生存境遇 我觉得对这个地方的处理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在我的想象中 我理解反方 对这个地方的讲法 应该是 一句话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很累很苦 他们固然可以成长 国家之所以要帮助 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 不是说逆境 不助于他们的成长 而是这种成长 是辛苦的成长 是先锤百炼的成长 是艰难困苦的成长 所以我们发现 给他一定的环境 让他也能成长 或者未必成长 本身成长的越多 就越是好处 很多时候我们通过 一定的资源保护 让他成为一个 被人呵护的人 让他成为一个 别人的掌上民族 这件事情可能有损于成长 但是有助于幸福 这是我理解的 我一开始以为 反方想讲的内容 但是反方到后面 如果你们的态度 变成了你们场上 呈现出的 你们的应然价值就是 人总要面对逆境 但面对逆境 我们应该把它畅想为 是一个西天取经 那这个攻防 你们挡不住 正方的事实的攻击 你们想想一个 西天取经的类比 那西天取经本身 用正方的这种种的逻辑 去解释 那唐僧的 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比较 对吧 包括他历经的 9981难 就是正方同学 可以很轻松 很顺利的把这一部分的利好 都通通收归于 所以顺境可以帮助 你度过9981难 取得真经 到最后 就是你反方同学 你们的标准 没有讲清楚 你们所描绘的成长 是什么样的成长 你们在石岸战场上 只通过例子 就是我这个地方的判断 就是我觉得 之所以反方在我这里 还能拿到我的印象票 是因为反方不只有例子 就反方同学很奇怪 就是我听到 反方的几个重要的激励 我给你讲述一下 我是在哪里听到的 就是反方一边 在接智的时候 讲了一个激励 叫病理性的正向情绪体验 如果没听错的话 那我就很疑惑了 就是你们不是没准备激励 那你们论理为什么就只是例子呢 你们这个机理 你们能不能像正方一样 把它往论理放一放 把环节里放一放的 再包括反方到 这个三变的 这个二变还是三变的 深论环节 讲了那个天津师范大学 和郑州大学的一组例子 一组数据 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你们出现的太晚了 就导致正方同学很容易 就给你拆掉了 就是富人家庭叙酒率更高 是因为穷人家庭 没钱买酒 那农村孩子更坚强 他们用了一个对冲的 那这个贫困 就他们讲了两个 一个是更容易逃避 另一个是更容易自杀 你怎么比呢 所以在这个战场上 我个人认为 如果反方同学 你们打算走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打算 通过例子的刻画 去感染评审 那我的建议就是 你至少得做到 至少至少得做到 于秋于写那种 议论文的那种水平 那种状态 你对例子的阐释 得是像苏东坡突围 那样的细节 所以到最后 我给反方稍稍提一个建议 就是我觉得你们 讲的后面那一部分 对于文学的解读 这部分是符合我的 内心认知的 因为我本身是学文学专业的 但是我个人 最遗憾的事情是 但凡你们把 你们所讲的 王安石讲的 不是王安石 欧阳修讲的 那个失穷而后功的 前一段念出来 我认为你们就可以 在很多的机理上 获得优势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在编论场上 引用一些东西 确实看得不够仔细 这我不是怪大家 确实没办法 但是其实欧阳修 写那句 失穷而后功 他对为什么 穷而后功 做了解释 这也是我觉得 反方同学长 比较最缺乏的 就是你们一直在讲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怎么 但你没有讲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那欧阳修写这段话 他是写给梅耀成的 诗的序 就是另一个作家 他在前面讲了 大概意思 我记不太清 他大概的意思 是说什么 就是这个 世人内有一个什么 忧思奋慨之欲姬 心于怨赐 然后最终就可以 这个一写人情之难言 他有激励论证 他在帮你讲了 就为什么失穷而后功 他说不是 失能穷人 待穷者而后功 就是说 为什么失穷而后功 一个人的困苦和困顿 可以让一个人更坚强 是因为你的内心淤积 如果没有逆境的摧发和摧化 就没有办法意识和判断到 这件事情对你的重要性 所以逆境本身是试金石 逆境本身是催化剂 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反方同学这场比赛 有非常多好的 试图突围的方向 但是每一个突围的方向 我觉得都欠缺了 那么一点点的 不管是对于粒子的刻画 对于论据的细致的描摹 和对于对对方的攻击 所以以上我的终局性判断 就是我欣赏 反方同学的一些勇气 和这个利润 所表示出了一种企图心 但是正方同学的 整体的框架和正程度 在我这里是更高更完备的 以上是我对这场比赛的 简单的判断 也感谢八月变手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有什么问题 我们之后可以再 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好 以上 感谢谢贤良先生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评审填写商讨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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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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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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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